我在今年二月份的时候 就是说跟四年前认识的一个叫章鱼的人 就是说人在微信上又重新联系了 那么他当时呢就是说 以掉头以交朋友为理由 那么跟我借钱 他开口呢当时跟我借两万 我说我要跟你喝个茶见面 我要了解一下情况 沈先生住在湖州 他介绍那位张女士自称30岁出头 在湖州南巡区临湖人民医院上班 双方是通过张女士的小姐妹认识的 2月4号的聊天记录里 张女士说晚上见面的时候 你借给我两万最低五千 那么他自称是这大毕业 而且是医院的护士长 然后呢他就我放心好了 2月5号就是说分两笔 7000跟1000转了在8000 因为我觉得他并不是很靠谱 然后他答应了就是说单位 就是说年底发了奖金之后还我 我问他你借钱去干嘛 他就是不讲 沈先生说之后他催过对方几次 对此张女士在微信里曾说 今年过年都没发几块钱 我说我们做朋友也好 在微信里沈先生给张女士转过几次 520元还称对方为老婆 沈先生说他向医院反映这些情况后 张女士在2月底和3月初 把8000块钱还了回来 因为就是说扣十分 那么对护士来说 一共护士扣十分来说 还是优廉 等于就是说没处理嘛 你跟他有没有什么情感纠纷啊 我没有跟他任何情感纠纷 因为我看你们两年经历 还比较亲密的 我跟他这种亲密呢 其实他在就是说 因为我们现在的说法 就是PUA好像利用他单身 我单身的这种情况下 最好这个钱不还了 他其实是这种目的 然后呢 我根本就不想与他 任何就是说 与有情感纠纷 沈先生说 虽然他和张女士的经济纠纷 已经解决 双方也没有什么情感纠纷 但医院的处理 以及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情 还是让他心里不太舒服 因为他在5月8号 偶然在朋友圈被我发现 在社会上广发的宣传 他是护士长 请了8个人大概请客 他自己庆祝他自己 升任主任了 然后还在我们的卡拉OK里 花了七八千块钱 其实他的文凭呢 只有中庄文化 按照医院的规定啊 就是他根本就不可能做到主任 我的医院就说 针对你们的愿规 对他进行这种 好像在社会上 照样照片这种行为 做出处理 沈先生所说的朋友圈 是发在张女士朋友账号上的 文案是 祝我的姐妹生殖加薪 照片中张女士也在现场 背景板上写着 张主任 记者拨打了张女士的电话 没有接通 发剧短信后 对方回复 不好意思 她是个神经病 你们要是理她 你们也真是有病了 记者联系了灵活人民医院 冤方表示 张女士是边外护士 沈先生所说的情况 他们也去了解过 她说是她自己朋友内另外一位姓张的 她说不是她 因为她们是几个 在外面几个小姐妹 就是一个什么聚会啊 什么的 我们向她了解 她没说是自己是护士长 沈先生提供我们的聊天记录 我们也看了一下 一点呢是 有一天是张瑜在上一夜班的时候 就是张瑜也是为了证明自己在上一夜班嘛 就是把这个科尸的电脑拍了一小部分 就是放在那个记录里面 然后另外一个呢 我们也看到就是沈先生 好像是叫他 叫一声老公这样 然后张瑜呢也就接了一句 就是老公 就这两点 那我们也认为就是 不是很不恰当的有这种言行嘛 其他我们没发现什么能够证明问题的一些依据 因为他不遵守劳动几率 那么我们也根据我们医院内部的一个规章制度 扣了一得一分 沈先生不认可院方的回复 他表示 后续会再向医院及相关职能部门提供相关材料 1818黄金眼记者 胡州报道 918黄金眼 2215 感谢观看